未响应世界无烟日 县府卫生局举办用爱洗面烟害 青少年返烟聚烟园游会 活动内容安排有多项闯关游戏 包括象征迈向无烟高峰的攀岩体验 丢掉二手烟害的篮球机等等 寓教娱乐 我们也准备了动态的体能体验 包括有泡泡球 还有我们的攀岩的 还有人体大风等相关的活动 主要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走出户外 然后拒绝烟害 园游会气氛十分折落 县议员赖燕雪 肯定活动安排十分丰富 透过不同的表演 呼吁大家一同远离烟害 维护清新环境 尤其是烟害现在年龄层不断地在下降 所以今天的活动 透过户外活动的一个内容呈现 来告诉我们 有我们的攀岩活动 还有我们的有奖征达 最重要的还有闯关的活动 所以吸引很多的乡亲 一起来共享盛举 也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提升我们的健康观念跟知识 未来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能够做一个确保 尤其是烟害对我们来讲 在周边市场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透过宣导 我们能够降低我们的 这个烟害的一个数目 能够往下掉 县议员曾正言表示 现在年轻人口很多在吸烟 导致肺功能失去正常 他呼吁大家一起来戒烟 维护身体健康 现在的年轻人 吸烟的比例也相当的高 那吸烟对我们的身体 绝对是百害无益的 那尤其最平显的就是 我们如果平常有吸烟的话 要去爬山 还是游游泳的话 这个费合量就比别人差 所以我暂时建议大家 能够寄烟 我们的身体就会健康 生长在无烟家庭 让这位草屯商工的学生 感到很高兴 能让他在一个清新 自然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目前就是家里都没有人抽烟 我就是非常开心 能够生在一个 这样子无烟害的家庭 然后让我健康地成长 非常谢谢整个家庭 都带给我没有烟害的环境 活动中一起呼吁大家 共同聚烟 返烟 一起营造清新自然的健康环境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